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五的时候这个股票三块钱 到今天早上呢 它已经变成了12块 翻了四倍 对吧 因为你知道 马上市有这种好股票的时候吧 特别是中国的股票 它就翻得特别快 因为大家都想中国市场很大嘛 对吧 我不知道 昨天我跟大家说了 这个股票两天翻了四倍 昨天还跟大家讲了这个比特币 三个礼拜五呢 我就跟大家讲了 这个比特币吧 现在是取这个火爆子之中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叫比特币的基金叫GBTC 对吧 这是相当股票或者是ETF一样的买卖 银行销里面可以买卖的 银行销里面可以买卖的 昨天呢 星期一 涨了百分之二十一天 现在这些人都是疯狂 看看谁能掌握得住 今天早上呢 这个比特币可能要创新高两万 你把两万美元呢 一个 刚才呢 就是说可能是冲上出来 刚才一掉下来差不多一千块 所以这个波动是很大 惊心动魄的 现在市场是取比较高的位置 当然现在也没有说 直向要 这个股市要停 对吧 另外呢 就是说 就是大家这个玩这个 现在这个市场呢 特别是ETF 我一般都是做市场指数ETF 什么NASDAQ指数啊 SP指数啊 那我这种指数啊 还有那个 明天早上又有一个股票大涨 还有这个叫Russell 2000 就是小股票叫卢戍200指数 这些指数有个什么好处来 因为它就 其实这个波动幅度比较 对吧 就是比股票要小 刚才讲了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代号是CAAS Nasdaq 交易的 就是中国汽车系统 你说现在这个叫Neo啊 Tesla涨了一套糊涂 所以这个股票是不是 也要按照这个办法去 去跟上去了 就不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股票 三个月是这样的 六个月是这样的 一年是这样的 没人管它 可能现在开始发飙了 因为这个股票吧 很多人都不明白 没有什么 就是大家都买它就涨 大家都卖它就掉 没有说什么 没有一个树的 对吧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股票会有事 它就涨 对吧 没事它就掉 对吧 这个 很多人对股市呢 不太了解 我以后慢慢就给大家讲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的关注的对象就是 当然啦 这个市场呢 现在晚上一般都涨了 每天就没什么太大的戏 没太大的机会 今天冲进去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对吧 一早上如果呢 如果是你 像我一般的情况呢 就是你早上大涨 我就做空一点 对吧 现在呢 如果是 到了晚上 对吧 关门的时候 看看今天晚上是不是有没有太大的动力 我估计现在这个市场没有太大的动力 涨不到哪里去 它也调不到哪里去 现在呢 一调就有人买 但是呢 一些专业人士呢 一涨那就有卖 所以现在是这个拉锯的阶段 就是市场这个不上不下 对吧 做来头都有机会 不是说一定要做多 也不一定要做空 那有些人说你做多不对 那也不对 有些人说做空不对 也不对 现在就是总的来讲呢 跌就买 涨了就卖 现在呢 基本上 今年12月份呢 这个月呢 就是可能市场能够平稳过度 如果市场要大调整呢 也要1月份或者2月份的时候 但这是我的猜想 反正我们要紧跟市场 当然如果反着市场走 肯定会被市场淘汰的 对吧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día了 还好 今天说到立爱最好的地方 гл好 啊 那我们又 dopp什么搞定 这个地方 希望我们节目하는 Clifford 其实很难以登守